大家好 那今天由我跟羅副來主持 今天記者會 那我們今天公布 有0本土病例 7例境外移入跟一個死亡的 個案 那這7例的境外移入 境外移入的個案是6例男性 1例女性 年齡卻20多歲到40多歲之間 那分別 來自有3例是菲律賓 1例是澳大利亞 1例印尼 和跟美國 那另外1例在調查中 那入境日是在今年的11月30號 到12月5號 那今日有新增1例的死亡個案 案10511 是50多歲的本國籍男性 距慢性病史及相關活動接觸史 那6月3日採檢為陽性 6月4日因呼吸喘住院隔離治療 6月5日確診 8月14日解除隔離 11月19日死亡 另外有關案16816的接觸者 匡列跟採檢的情形 那居家隔離部分有110位都是陰性 住家管理的部分有36位都是陰性 那自我健康監測有340位 採檢了319位 也都是陰性 另外我們在12月14號昨天 入境的這個各方案的人數跟百分比 那到昨天 今天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資料跟各位說明 那昨天總共入境的人數有3615人 那A方案有32% B方案是15% 另外C方案是53% 那C方案的9層入住 有9層是入住 防疫旅館 那1層次被入住警戒所 那昨天 抱歉 昨天有接種 70281人次 那 所以我們的接種人口涵蓋率第一劑是79.19% 那第二劑是64.79% 那另外我們的第18期預約情形 那已經截止 總共已完成預約人數是222,893人 那接種第一劑的 已完成預約人數是45,596人 接種第二劑已完成預約人數是169,547人 那以接種第一劑AZ混打BNT 已完成預約人數是7,750人 那另外昨天在這個臺北車站我們 開設的莫德蘭疫苗接種站 那總共 打了1,541人次 所以截至12月14號 我們的累計接種 人次是25,180人